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次 鉴于25人H-51王的长流程以及高难度 我这个坦克视角很难展现全部的细节 所以本篇攻略只能从全局冬结偏附帖的视角 为你展示战斗中的部分细节 其他智能每一个都会有诸多的计较在其中 这些需要大家自信在战斗中领悟 或者去看其他的同类攻略来获取了 最后本期视频是在我第一次过掉之后制作的 大家也知道 这种高难Boss的首当与之后的Farm熟练之后 必然存在很多可优化的地方 所以本期展示的也并不是完美的流程 毕竟FD的种种失误必不可少 一般都是熟练加运气结合的产物 那么希望本期视频介绍的细节 能为你们的团队开荒 节省部分精力 哪怕只有一点也算成功 好 那我们就开始面对经典三部曲的最终章 也是难度巅峰的Boss 零Buff下的25人英雄狗妖王 波多姨新增了一个 之前所有Boss都没涉及到的环节 插件推荐 我在之前所有的攻略里都没有专门提过需要一些外部工具 但阿尔萨斯他不一样 想要顺利搞定HRK 一些专用的插件是少不了的 主要就是一些为本场战斗定制的WA 其他的血条DBM这些 我相信大家都有准备就不说了 从功能模块来区分的话 主要需要WA来解决这些问题 只抓我认为必不可少的重点部分 此外根据不同智能分工 部分职业还需要加装自己需要的特定需求模块 就知道的包括但不限于这些 同样大家仔细看一下 后面流程里会提到相应模块 到时候大家看了再决定安装哪些 各个具体职业的我就不列举了 反正还有很多 要不伟人怎么说过那句话 科学技术是低生产力呢 在渡药王这个Boss身上体现的就很好嘛 好 插件部分就介绍这么多 算是额外部署的部分 肯定还会有新的更强大的插件或者WA出现 我这里仅仅只是我开荒中用到的部分 后面大家可以在我的视角里看到这些WA的应用 好 下面我们来正式进入流程 阿索王HOK的团队配置方面 两个T是必须的 在0BUB下推荐DK或者熊作为主T去看Boss 防棋作为副T去看大僵尸 以及其他 治疗呢 推荐两个奶棋组刷T 两个剑离木 铺盾防忌生 一个神木或者奶煞作为补充的治疗组合 DPS组成的话 素食作为绝对优势职业 起码带4个以上吧 素数越多难度越低 猎人两个 惩戒奇一到两个 鸟多一到两个 其他就是常规的各种DPS填充了 这些阵容当然不是绝对了 仅供参考 只是相对于0BUFF这个苛刻的数字要求来说 采用极限组合 也这种不得已的方式而已罢了 配置搞完 来列决一下战前需要的准备工作和制裁安排 天赋方面 最需要提及的是 惩戒奇和防奇都需要洗成强化制裁 加大牺牲的天赋 为的是应对每一波的瓦格里抓人 以及寄生团检 没办法 特殊Boss需要特殊应对 物品方面 每个人都需要准备一些攻城假人 以应对P3的鬼魂冲撞 这一点对于开关团队有必要准备一下 熟练之后则没啥必要 反正假人便宜好用 每人带一点 以备不时之需 职责安排上 两个乃奇规划一下倒标 两个剑林木规划一下套路方向 以团队框架为准 一个从前往后负责123队 另一个从后往前负责543队 猎人安排一下临成顺序 谁第一个谁第二个 再就是安排P2控制瓦格里的人员了 三个瓦格里的序号 防齐加两个惩戒各领一个 然后还要分配替补的人员 如果控制的人被抓 乃奇或者盗贼野党这些都是可以替补控制的 这些都需要提前写好 依对应 对瓦格里的控制 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班的6秒制裁 之后补的两次生存愤怒 基本上做到不重复即可 最后就是将速师们的地狱火排布一下示范顺序 在瓦格里控制或者输出不足的时候 团队指挥可以呼叫一下 人手军团的临时空中支援 毕竟地狱火的杂地血晕 是不会跟制裁同步递减的 再来寄生的减三安排 这个可以被前面插件里介绍的团解WA完美解决 团长提前在制定选项里 填入每一个寄生的减三人员的名字和手续记 然后团队安装同一个WA 即可在每一个寄生到达前得到提示 当然找一个能开卖的相关人员 充当人肉提示器来提示一下 自然是减三天花的事情了 最后P3的撞轨也需要安排一下 这里主要涉及到的职责资源有防齐的无敌和圣诱 暗幕的消散 DK的大军 只不过一般打到P3撞轨什么的就不关键了 临时安排也完全来得及 这个等我们过P3流程时再具体说吧 好战亲安排就这些比较偏基础的我就没有提了 比如宝石MT灵感这些都到耳朵人HRK了对吧 下面来看整体节奏 巫妖王的战斗分为三个大阶段 每个阶段的战术和应对都完全不同 并且每个阶段之间都会穿插一个大体雷同的阶段转换 总计加起来就是五个阶段 有些地方会以五阶段来画风 而我这里还是以三个大阶段以及两个阶段转换来指代 好 我们来依次过一下每个阶段的流程 在遇到特殊细节时会暂停或者切换画面来附加解说 开局 对于现在装备已经普遍提升到265加的团队来说 已经不需要拉到楼梯上了 直接MT在原地接BOSS 近战在背后打 远程在稍远处巨堆即可 哦 放一个奶骑在近战和远程中间 这样不会出现远程出陷阱 两个奶骑都需要移动的情况 一开打 上来就偷药加嗜血 最大化的证据输出 DK如果想用大军偷点输出的 最好在开战前30秒时就召唤出来 这样在巫妖王13的第一次召唤死鬼时 不至于被大军嘲讽的防骑拉不动死死鬼 而Gelima在倒计时到16秒左右时 就要开始套盾的循环工作了 这样刚好全员覆盖第一次机身 也因此第一个机身可以不交团检 因为此时玩家自身和盾的状态一般都相当完好 第一波十字鬼Boss独条的时候 防骑就可以开翅膀 然后拉住30十字鬼的仇份 并带到稍微中间一点靠近伏定冰棺材的地方 这个站位不绝对 但为了直线后退的方便 一般都会这样选择 在第一波十字鬼出来的同时 会刷新第一个暗影陷阱 此时所有玩家都要看插件提示 暗影陷阱是否出现在你周围 如果是 那么你就要立即移动来躲避陷阱 否则就是崩飞灭团 而主人HRK里踩陷阱是非常低级的事物 尽量不要犯 第一个陷阱出来后不久 就是第一个大僵尸了 这里对主席的带位和副席的接手 都是一次检验 从暂停的画面这里可以看到 大僵尸是出现在Boss正面朝向远点的固定距离处的 所以主席在带Boss位置的时候 要有意的让Boss的面向稍微偏向中间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刚好让大僵尸刷新在防骑的脸上 从而有利于防骑接怪 这一点对于第二个大僵尸十分关键 拉威尔文的主席在开方时要注意练习一下 而防骑的位置则应该刚好在大僵尸刷新的位置 这一点多打几次就会熟练了 至于防骑的拉怪策略码 简单总结就是第一波十字轨全拉 之后在拉住大僵尸的前提下 嘲讽那些去打远程治疗的十字轨即可 借着大僵尸低于20%血时 开技能或者给制裁 神神愤怒也可 或者问治疗药技能 任意狂暴的大僵尸 都是具有秒杀防骑的能力的 不可小视 同时我施法条这里还出现了免传WA的顺序提示 因为我勾选了5秒前提示的选项 所以当出现这个提示就表明 5秒后的寄生需要我开启大寄生 所以这时我再稍微关注一下 左侧的寄生毒条 即可不错过这次免传 那这里就很好的演示了免传WA的用法 很好用对吧 可以看到这里大僵尸已经释放了记录 而视线安排好的 负责第一个大僵尸铃神的猎人 应该在其出现时就将其设为焦点 此时看到他毒条 就立即停止手上的输出猛暗凌晨 一般来说猎人发挥正常的话 能在0.7秒左右就将记录驱散掉 从而让大家是打不出下一发记录的普攻伤害 不然房琪就可能会不拍死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房琪在一开始使用神神愤怒掉温之后 又将其下掉了 因为只要猎人不失误 这个记录是无法正常生效的 而如果猎人失误了 就算有神神愤怒也很难保险 所以即时凌晨这件事 在开关中是必须要达到的及格点 继续 这里又是一个关键点 第一个死局点名出现 中了死局的玩家需要立即开火箭靴 跑到房琪拉的怪物旁边 然后治疗将其死局驱散掉 这个驱散的可以指定让房琪或者某个治疗来做 但这个被点名的玩家一定要跑快点占近点 第一个死局一定要驱散到怪身上 否则后面房琪很容易崩盘 并且这个死局驱散的传染距离比预想中要近 所以才说跑位的玩家需要快速和精准 只要不跑到大家的面前 有多近就贴多近 而房琪也要观察小怪的血条 是否有死局感染的提示 好了到这里基本上PE的关键点就都看完了 后面就是继续着流程了 陷阱点名出现 附近的玩家就往王座坊方向退一步躲避 另外一边的玩家就找机会同步这走 寄生来临 按照分配好的减伤 开启团检 配合接力木的盾 应该是比较好应对寄生的 死局点名出现 被点名的玩家就跑到房琪拉的小怪那 治疗虚散之后再跑过来 再加上猎人打好凌神 基本上就能做掉PE了 至于PE节奏的评判标准呢 对于零buff下平均265的团队来说 确保不出第三个大僵尸就算过关了 要把流程顺利 但出到第三个大僵尸 那基本上就是有DPS专准虚高 或者其他手法有问题的情况了 建议严查 好当巫妖王的血量接近70%时 团队应该差不多刚好接近平台6点边缘的位置 此时房琪将手上剩余的怪拉着紧靠边 确保自己不掉下去就可以 而其他人分散在两边站开 但要注意不要靠近房琪拉的大怪 以免感染剩余的死局 琪拉的流程跟普通模式一样 在本次转阶段 会刷新三只暴露的灵魂 主T拉前两只 副T拉第三只 猎人盗贼记得给对应的T误导和嫁祸 确保不OT 其他的就是被点冰球的玩家记得出人群 在H模式下 各种AOE的伤害都比较高 所以需要及时规避 团血危险的时候 大牺牲 冰抗官场 暗抗官场 都是可以救命的 不要吝惜这些技能 在这个阶段 坦克如果嫌鬼魂拉的位置不好 需要调整 记得要等他放过一次灵魂机上之后 再在位别喷死DPS 同时 治疗或者暗幕 要记得及时给坦克去算沉没 这里DPS全在激活鬼魂 仇恨是很紧张的 同时猎人在这阶段 主要安排去打冰球 而火法可以去脱Boss的血量 站到火球处射程的最远处 是刚好可以打到Boss 又不是冷窥严冬的 在第三只鬼魂出现后不久 就要开始短阶段了 此时猜见会有提示倒计时 防骑一般可以在 剩余2秒的时候就提前上冰 强吃两下冷库严冬的伤害 对于坦克是无关痛痒的 而提前上冰可以更快的带鬼魂走位 从而为后面DPS让住空间 开个视频 顺带问治疗要个小简伤即可 至于其他玩家 就在冷库严冬停止的一瞬间 走上台子往里走 切记 第一是躲开防骑拉的鬼魂的正面 不要挨喷 第二就是躲开冰球 此时往往还会剩余一到两个冰球躲开 并且远程都要出手给个顺发 将冰球打掉以免出现意外 上台子搞定就来了最难的阶段二了 阶段二的起手决定了成败的关键 第一个要提的是主题的接怪 此时无妖王身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debuff的 挫折雷霆这些都没有 并且坦克可能某些触发buff也缺失 所以主题要记得开技能接boss 好给治疗和debuff一些缓冲时间 这一点不仅对于P2 之后的P3以及每次出剑都要小心应对 第二个就是起手站位了 这里我把上篇里做的站位图翻出来看一下 并在边缘添加了术士位置的指示 具体执行上就是防骑先带鬼魂到位 然后主题将boss也带到位 之后大团DPS再集合到背后位置集中站好 因为马上就是第一波瓦格里抓人了 而术士则在走上台子的第一时间 将自己的法阵定位在边缘 记住阶段二的站位是一切的核心 给一个玩家标记其他人都跟标记站 哪怕标记站错了 其他人也都严格重叠站好 这样才能确保瓦格里抓人的飞行方向统一 W在这里会给出一个实质参考线 来帮助玩家定位自己的位置 不仅定位是否跟标记重合 也定位是否是最靠近中心点的位置 此外上台子走位的时候 主题可以在接boss之前 朝巫妖王站立的地方扔一个烟雾弹 这东西持续五分钟 可以在整个阶段二将其当作中心点标记 相当好用 可以看到每一个瓦格里下来之后 他的血条上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数字标记 这就是瓦格里标记W的作用了 我防齐分配的是一号标记 所以看到一就直接捶一下 然后就没有我事了 因为此时我手上还有鬼魂 防齐捶的时候必须小心 不能让鬼魂转头 否则容易喷大头盘 其他惩戒奇也一样 看到自己的编号然后捶就好了 猎人记得在瓦格里下来前 提前在boss脚下放一个冰霜陷阱 确保瓦格里第一时间是会处于减瘦状态 然后在半路上第二个猎人继续补冰霜 这样基本上就是全程减速了 这一点在猎人被抓的时候 要安排其他人员替补 比如盗贼的自残盗扇 防齐的飞盾等等 反正只要四个减速都能替补 千万不能让瓦格里全速飞行 那跑的就一个快 当瓦格里的下血速度明显不及预期时 团队指挥可以让数十阵地狱火 来获得一个不被递减的两秒昏迷 一般的判定标准 是走到一半还没下70%的血 就可以呼叫了 但要提前安排好顺序 千万别多个素质一起扔 导致控制重叠 地狱火的存在 能有效救援第二波高蓝瓦格里 或者污染放到路径上 这种意外情况 这也是素质相比其他DPS的第二大优势项 在第一波瓦格里飞行期间 无要往会点名第一个污染 跑污染 整场战斗最高优先级的事情来了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没有技巧 全是注意力 所有玩家在每一次点名污染的时候 都要时刻准备 自己就是被点名的那个人 并且想好要怎么跑 比如进阵 就要在尽量贴近边缘的外围打 以减少跑动的距离 整个开放下来的感觉就是 只要你不放到大团集合的地点 以及瓦格里的行径路线上 任意地方你都可以放 之前想的好好的 什么规划放的位置 大概率难以失行 没错 只要被点名的玩家 跑出人群就可以了 不用强求太多 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当W提醒你被点名的时候 马上开火箭靴跑开就可以了 练吧 没话说 任何一个人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 有需要反应速度的时候 失误是难免的 只有罚款能加上记忆 所以安装之前提到的 污染点名WA吧 并且把火箭靴移到顺手的快捷键上 污染跑不好 其他的一切免谈 第一波瓦格里处理完之后 主题将Boss带回原位 我们正确的原则就是 只要没有污染干扰现有的走位 就坚持上一波原样的站位不动 那就继续替代好 大团跟标记集中到Boss背后 准备进行第二波瓦格里的处理 这里是整场战斗最难的所在 所以第二波所有人都要做好 同时应对瓦格里和污染的准备 污染第一 瓦格里第二 其他第三 只有应对方法 那还是没什么变化的 这里也相当的看运气 如果污染不点进战 如果瓦格里不抓关键的资料和骑士 如果瓦格里都去抓素食等等 以最坏的打算去应对 将一些必要的爆发留在这一波 素食的激活也随时准备 但第二波顺利考听之后 整个H5瓦格王的开换进度 就算达到70%了 剩下的就是流程的重复 就算从此 我依然要就这个整场战斗最难的阶段 补充一些细节 第一点 主T和治疗组的沟通 在零buff的战斗中 倒T是很常见的事情 不管是主T还是副VT 都随时可能一不小心被砍死 瓦格王这个数字怪物 不是更年闹着玩的 那么在B2乃至后面的P3 主T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随时注意自己的免伤 不够的时候 果断问治疗组或者其他职业药 不得已时 嘲讽换替 而这也是DK坦克的优势所在 凡多的免伤手段 使其可以从头到尾 完全单T无妖王 强大如斯 而治疗组 尤其奶骑 在发生任何干扰 自己奶骑的事情时 都要通知队友来补位 比如被抓 被污染点名 机身崩溃等等 这一点 需要主T和奶骑组开脉沟通 第二点 防骑附梯在看完鬼魂之后 除了尽好自己对应的减伤 以及控制的职责之外 还要尽量将飞回天山的 瓦格里的仇恨 拉到自己身上 否则天山瓦格里乱打玩家 会消耗戒雷木盾的吸收量 从而导致寄生 在这些玩家身上崩溃 方法的其中之一 就是在打瓦格里的时候 尽量的插入清算之手的嘲讽 尤其是在接近50%的最后阶段 这样很大概率 瓦格里三天后 就会对着防骑输出 而如果没有嘲讽到 也可以对着天山的瓦格里 用单槽或者群槽 总之在空闲时 尽量嘲讽 很有用 第三点 戒雷木的每一波盾 都是很关键的 如果戒雷木被抓 那这一波的寄生 就需要其他牧师 教雪哥来应对 同时 其他玩家也应该吃糖 或者开启个人减伤 千万不要因为寄生减员 另外 在瓦格里抓人之前 如果原地目标 有无敌或者保护 是不会被抓的 这一点呢 大概率只能确定 无敌应该是不会被抓 但是保护嘛 我不敢确定 不过 我习惯性的 在第二波抓人前 给基雷木一个保护 而且有时候 瓦格里会在 该下来的那个时间 卡个几秒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选到了无法抓取的目标 也是因为我们打的 这些次数样本量太小 所以大家可以 在评论区反馈一下 是否有在保护 见影甚至无敌 等状态下 被瓦格里抓起来的反例 反正有保护 就给一个先 这个技能 在无药王的战斗里 也没啥其他作用 第四点 对于事先安排好的 瓦格里控制链 如果有人被抓 那么他一定要 叫第一时间通知替补人员 最好的 当然是开麦喊 其次就是做红来通知 就是做团队 外加蜜人红 通知你的替补人员 因为呢 在全团有瓦格里 WA编号的前提下 红里最好就简明二要的 将几号瓦格里 需要补控这个信息 写出来就行了 不需要加入其他的 因为战斗中 大家看聊天框 本来就有点难度 信息很多 你再加入很多 其他的信息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这一点呢 可以根据具体的团队 来灵活安排 最好团队指挥 统一规定好格式 瓦格里的控制关键 就在第一半的6秒制裁 这个能稳定地打满 并且让其控在一起 一人输下来 基本就离50%放手线不远了 后面的两个递减的神神奋怒 就是稍微补充 真正的关键元首 还是前面提到的地狱火 所以做好补控 很关键啊 第五点 术士虽然能够 在被瓦格里扔下去之后 安全回来 但也可能在被抓的期间 中计生 而如果你被抓在团队 很远的地方 减伤覆盖不到 并且治疗也加不到 那你被抓 一样会死 是直接被机身耗死 然后尸体被扔下去 战斧不了 悲剧 我们打的那次呢 就有兄弟无情被扔 好在最后24人打过了 要不然估计又是一批罚款 跑不掉了 所以术士们 每次MT调整站位 并且大团集合地点 有变化的时候 都要及时调整法阵的位置 放在大团会站的那一侧 让团队和治疗能照顾到你 同时 在机身来临前 要及时开启暗西 别一个人拉在很远处装高手 会死的 哦猎人 虽然有高手能在被抓后 通过极限操作后跳回来 但这不是百分之百成功的 所以猎人还是跟大团集合战吧 除非你能保证自己不掉下去 想要挑战自我的 记得跟团长签个对路协议先 最后一点 虽然我们对污染的要求 是不放人群和瓦格里行进路线上 但总有栽星的时候 比如连续点同一个人 那么第二次没有火箭区 势必就会导致污染放得很近 没关系 每个新的污染在扩张之前 是有一定延迟的 全体玩家只要及时躲开 确保后续不踩 然后MT调整位置 还是可以继续打的 不要轻易放弃 甚至就算放到了瓦格里的行进路线上 只要远程输出给力 一样是能够救下来的 这个细节就是想表明 对污染的处理 并不少的 会存在很多意外 但只要大家遵循逻辑 没让其铺开 很多时候都是可以救回来的 当然一点不出错 自然是最好的了 对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最难的阶段二 我能想到的细节 具体的DPS输出优化那些 我自己没玩就不先走了 总之 如果你们能平稳地度过 五到六波的抓人 基本上就代表着过掉了阶段二 而这在开关中 需要逐渐提升的熟练度 配合足够的运气 没关系 练得越多 熟练度越高 farm的时候也就越顺利 当你们将Boss达到43%左右的时候 MT就可以将其往边缘带了 同时DPS全力输出Boss 不用叫人了 因为此时 就算瓦格里抓到人 到台子边缘的时候 会刚好被升起来的 伏兵区域接住 当Boss血量掉到40%时 他会再次往中间跑过去 这就代表着 进入了第二次阶段转换 这次转阶段的处理 和第一次基本相同 只不过在一开始 玩家需要等待伏兵区域升起 所以就有这种倒计师WA 当其倒数到0的时候 直接往外跳就行了 虽然视觉上伏兵还会升起 但实际上已经可以站立 越早跳 就能越少的受到冷骨眼中的伤害 当然此处有团检 最好也交一个 以免有玩家跳慢的检员 之后就是跟第一次一样的 分散的站位打灵魂了 在第二次转阶段 理论上会召唤四只暴露的灵魂 但有时又只会召唤三只 目前我不是十分清楚原理 只知道打得足够快的话 就会有概率不出第四只 但从LOG里 又无法分析出具体的原因 反正我们开荒时 有时三魂 有时四魂 而这点 目前只能简单归结为 打得快 玩家运气好 希望有玩家能帮我解惑 团队安排上 一定是按照四魂来准备的 如果运气好只出三魂 那就大转特转 少一只暴露的灵魂 能极大的减少P3的输出压力 具体安排呢 就是两个替分开接怪 DK拉第一和第三只 防齐拉第二和第四只 DPS挨个输出 并且安排好的误导和架货 也都给替怼上 但一分钟时间到时 防齐将DK手上 没打完的第三只鬼魂 朝到自己手上 然后所有人看好机制条 一步上兵 准备开始最后的阶段三的战斗 阶段三的一开始 防齐将手上的灵魂拉在原地 同时跟大团规定一个朝向 其他人不要去灵魂面前 以免吃奸笑 然后找位置输出鬼魂 而主题就按照阶段二起始时 一样带着治疗过去接受BOSS 同样拉在原地即可 因为五秒后就是第一次禁剑了 OK我们来面对阶段三的核心机制 全团禁剑 首先巫妖王将所有人吸进去的这几秒 是有伤害的 外加禁剑后 立马就会受到剑类环境伤害 所以每次禁剑都要提前开启团检 放心到了P3 寄生就没有了 团检就专门用来应对禁剑即可 而禁剑的时间轴非常准确 看好机制条 提前开就行了 禁剑后 所有人立马走到中间一核 然后跟好指定的代理人员走位即可 并听从代理人员的指令停或者走 同时远程输出 可以实当的对着天上的灵魂 释放一些指向性的AOE技能 他们血很少 很轻松就能击杀 比如猎人的多虫 树色的种子 暗幕的精神灼烧等等 如果有漏网的灵魂往大团这边来 其他的远程也要及时的控制并点杀掉 千万不可让灵魂靠近大团 治疗在剑内的主要职责就是保住团血 正常情况下 不吃灵魂爆炸或者炸弹的话 团血是轻松刷住的 而如果不小心吃到炸弹 则需要立即开启团检保命 千万不能死人 同时治疗也要注意代理人员的指令 在能停的地方赶紧独条抬团血 而在移动中则用顺发的保持 并观察情况的使用减仓技能 团检或者个人减仓都是有必要的 这里需要靠自己看 一般是来不及指挥的 最后代理人员 每个团队有一个声音即可 其他人都听其指挥集中走 哪怕走错也不要分散 因此近见代理人员也需要一定的练习 这一点可以去十人H理练 诀窍就是先中间集合 然后直接往十二点走 这里是个稍大一点的圆形符文 同时迅速观察左右两边 一般都会有一边是干净的 赶紧带领团队过去靠墙集中 之后就观察头顶上 以及贴边前进路线上的炸弹 来决定是否走就可以了 这个观察的视角 采用垂直向下 但略微偏向的视角 就像我视频中现在这样 如果一边看不清就转到另一边 炸弹的原理 是周期性的在玩家头顶上生成 同时在其他地方随机生成 生成后缓慢下落 触地击炸 产生一个小范围的AOE伤害 那么如果当前位置没有炸弹 就可以原地停留5到8秒 放心 头上新生成的炸弹 落地是非常缓慢的 只要等待前面随机生成的炸弹 落地炸开 就可以往前走了 每走到一个干净区域 就可以获得一次 最少5秒左右的停留时间 可以这么说 剑内的带头大哥 完全是个经验活 只要是个视线清楚的玩家 花费一到两次的境界 即可熟练掌握 大部分时候 都是团队指挥兼任了 对于25人HLK的团队来说 实在不是个多难的活 40秒之后 团队集体出剑 并会出现在无药王身边 这时主题嘲讽BOSS 同时所有人立即往远处分散 因为巫妖王会立即点名释放污染 没错 每次出剑必有一个污染 大家记好这个规则 第一次出剑后 转阶段留下的鬼魂应该还存活 那么防其接住 DPS优先将剩余的鬼魂打掉 而主题在接住BOSS之后 将其拉到远处 去释放第一次的贝类灵魂 第一次召唤贝类灵魂放出来之后 主题将BOSS拉到另一边 这个另一边只是一个说法 一般来说 只需要走整个产地 否则长路径的位移 十分不利于近战和远程的输出 但BOSS被带去另一边之后 近战和远程要在确保输出的情况下 尽量移动着靠近BOSS集合 以尽量让那边的灵魂下来时 能形成一条线的扎堆效应 好让撞魂的人员能轻松应对 撞魂是HRK战斗里 最后一个需要严格应对的机制 这些鬼魂每30秒召唤一次 所以每两次进阵之间 会有两波鬼魂需要处理 而鬼魂召唤之后 会在天上发烂20秒左右 之后就会冲下去找治疗 因为其遵循正常的承魂机制 可嘲讽并且是各种常规控制 只不过其输出的方式就是自爆 任意玩家只要碰到它 就会上去爆炸 产生大约25000点左右的小范围AOE伤害 于是最理想的处理 卑类灵魂的方式就是巨堆 然后开启无敌之类的技能 冲上去碰撞即可 哎 事实我十分想念黑暗闲者 那么就来说转魂的细节了 首先猎人要在鬼魂 通往BOSS的这条路径靠后的位置 放置冰箱陷阱 因为鬼魂是从空中斜线向下冲的 站到其正下方是无法碰撞的 必须要在其末端接近地面后 采取各种手段来限制它 这就是为什么要放到末端靠后位置的原因 然后如果有DK 每一波大军可以完美的嘲讽一波鬼魂 操作方法就是当巫妖王施法召唤时 DK选中天山的一个鬼魂 然后独条召唤大军 独条完毕之后 对着天山的鬼魂 释放任意一个技能产生仇恨 这样呢 所有的大军十字鬼就会去打鬼魂了 而大军十字鬼自带嘲讽效果 那么这波鬼魂在下来后 自然就会尽职去找地面的十字鬼群 此时暗幕开个销上冲进去 很自然的就消灭掉这波鬼魂 这是效率最高的撞法 注意 如果是DKT要开大剑撞鬼 最好让防奇慢慢嘲讽一下 带着BOSS操作啊 不是很方便 如果DK的大军已经用完 那么最优先的是靠防奇的无敌去撞 这就涉及到巨怪了 猎人的陷阱 鸟德的吹风 防奇的青春之手 正义防御 制裁生存分度 飞盾减速 工程学的假人 冰尝锁的 法师的冰环等等 都是可以限制鬼魂的手段 反正P3的防奇 如果没有帮主题 分担灵魂收割的职责的话 基本等于没啥事 全程跟鬼魂玩就行了 只要不是一瞬间 吃一大堆的鬼魂顺暴 防奇是死不了的 何况如果G对G都好 开无敌可以装一波 开圣诱加视频 又可以装一波 放心 只要春沟还在 大概离死不了 之后如果防奇的招没有了 承接其的无敌 也能分别对应一波 再然后暗幕的小赏 你进了就好了 总之 P3的转轨 在熟悉几时之后 应该不会成为蓝龙虎 能打到P3的队伍 基本上代表着开欢进度 走完85%了 这一点都不夸张 我所知道的团队 都是拼命的练P1和P2 然后完美进P3的10次以内 均会完成击杀 可见 P3的难度相比P2 是要可控的多 处理完转轨 P3的应对机制就没有了 确实 综合来看 P3的无妖王 就是禁剑 出剑 无染 转轨 没了 要不怎么说它简单呢 而一般开玩团队 都会经历四次禁剑 并在最后一次出剑的时候 面临狂暴无妖王的最后考验 没关系 我们在上篇说过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最后一次 明确会狂暴的出剑之前 两个坦克检查身上 是否有灵魂石 没有 然后艺术剑 附替嘲讽BOSS 开启火箭靴 带着BOSS绕场转圈跑 我这里跑向王座 然后开披风飘下去 是错误示范 这一招应该用在最后残阵阶段 苟延残喘时使用 在团队输出剑在的时候 应该绕场封着 让DPS有更多的输出空间 才是正确的 而其他有嘲讽的玩家 在坦克死亡之前 都不要贸然嘲讽 以免让BOSS进入嘲讽地界免疫 虽然无妖王打替是一到一个 但他只会呆呆地追人 并且时不时还会停下来读条 所以不要慌 靠风筝呢 大约能稳定地打掉 7%到8%的血量 哼 狂暴指老虎的BOSS 菜鸡 当你们将其打到10%的时候 双之爱上的怒火来临 恭喜你成功地 帮阿尔莎斯解脱了 好了 剧情时间依然要补充一些细节 首先 批伤灵魂收割的应对 我流程里没有提及 这是主题需要考虑的事情 一般来说 不管是DK还是熊 军能在治疗良好的配合下 独自吃下所有的灵魂收割 如果技能赚不过来 呼叫附替用大技能顶一次 也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了 所以就不强调了 能开HRK的MT 这点小事自然不在话下 其次 防奇的节奏 如果P3一开始剩余的是双魂的话 那就要开启技能来顶了 那个鬼魂打人非常疼 一不小心就会嘎 第一次出现后呢 如果还是双魂 一样要开技能 没有的话让治疗给 同时因为仇恨继续续的关系呢 鬼魂会直接过来找 防奇的要记得及时转头 以免喷大团 再来 治疗在P3的压力 其实是比P2小的 因为没有寄生了 那么场外大部分情况下 就只有两个替获掉血 牧师就也帮着奶替即可 再给好减三 剩余的就是爆爆味 而剑内的话 不失误就是一个典型的 团队缓慢掉血的节奏 对于起码三个团队治疗的规模来说 压力也不大 最后DPS在找好位置输出的同时 要兼顾看一下漏掉灵魂 灵魂每次爆炸的原始伤害 在3万5左右 所以任一个DPS 开启一下个人免伤 都是可以单吃一次的 那么当你看到 有骑士和牧师没处理完的灵魂 往大团去找治疗的时候 果断的给个控制 或者开个免伤 直接去撞掉即可 没有其他伤害 治疗是可以奶了回来的 但一旦将其进大团 伤害就非常可怕了 哦 忘记了嗜血 最好是在第二次进行出来之后开 此时场面应该是最干净的时候 最大化的提升 对无妖王本体的输出 当然如果你们开在第一次出现 也是可以的 现在完美打进P3之后 其实不是那么的缺输出的 好了 以上就是P3需要普通的细节 普通对吧 还是那句话 对于能在零buff下打到这里的团队 完美进P3的十次以内避过 OK 以上就是25人英雄无妖王的 全部细节分离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boss来说 还有很多细节数 没照顾到的 没办法 我们也才打过一次 比不上强力团队啊 毕竟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玩家 能耗在游戏上的时间并不多 那么 希望本期荣藏的视频分享 乌妖王的朋友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 分享你所知道的细节 后面我在farm中 如果能发现更多的有用技巧 就再来分享好了 本期视频的篇幅又要爆炸了 但我总不能给乌妖王下 再来猜分一次吧 感谢您能看到这里啊 如果能再给个点赞和散战就更好了 天灾的末日这个攻略系列核集 到这里完结 期待后续新的游戏内容吧 我说完美啊 没关注的也记得关注一下 这样后面的更新你就不会错过 那么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